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长大了以后就人就发育了就变了 是是是从十岁到二十岁这个变化很大的 小的时候还有印象 大了以后整个就变了一个样嘛 是是是 我们现在看到王晨星现在 原来我们都喜欢称王晨星叫小猩猩啊 对现在小猩猩都升级了 成已经当妈妈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我觉得还像小姑娘一样 是 其实这个当了妈妈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对训练有些影响啊 这个状态化呢也需要一个时间去恢复 但是但是我觉得王晨星还蛮特殊的啊 因为他就是这个当妈妈之后 新妈妈的这个身份啊 马上就拿到了这个剑桥杯的冠军 等于一复出就很快 这个成绩啊就 在他这个同时的女戏手当中还是很突出的 对那也是宝宝给他一个好运门 是 特别巧啊 就是王晨星的这个先生啊 就是也是职业棋手刘欣 棋段 他们俩同时出现了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对阵图 在他们之后啊 就如果说王晨星能够再赢两盘 如果能赢两盘的话就会碰到刘欣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一盘这个夫妻大战了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在龙心战的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一幕 对对对 而且这种这种夫妻大战我是没有经历的 我觉得这种比赛会不会很尴尬 因为这个你说两夫妻在一起下棋 这个输赢以后回到家 还得去有一番碰 对对对很有意思 所以这番棋呢 我们还挺有挺感兴趣的 看王晨星能不能在这个性别大战当中胜出 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啊 这是王晨星可以起 对 现在下这个布局啊 现在跟以前的都不太一样 现在就是说AI时代的来临以后 我们以前所熟悉的这个布局套路啊 现在几乎都不存在 对对吧 就是说现在等于我们在 可以说再重新学习这个围棋的开局 因为现在围棋开局几乎颠覆了以前的下法 就是以前我们讲的那些什么 我们认为的很流行的布局套路 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棋手 包括韩国棋手之间 包括我看到最近的日本的一些棋谱 整个就变化了 就是完全跟以前的这种开局的方式都不一样 就AI流是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开局阶段也是在 包括职业棋手吧 也都在重新开始学习为一期 因为很多东西你 你的布局套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话 其实你对你来讲全都是一个陌生的一个领域 没错 虽然说你可能可以背一些AI的定视 对吧 但是这个AI的定视你背的话 你必须要要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究竟什么意图 或者的话你这种背的话 那你很容易中到对方的套路 没错 就是你不仅要这个学 还要理解他去吸收他 对对对 是 那么其实对李维青来说 可能我觉得更年轻 是不是他的这个领悟力啊 对 或者说是因为年轻吧 他的这个学习的能力更快 这是肯定的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棋手 都在用这个电脑在学习为一期 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 对吧 我们那时候都靠自己去误去理解 或者对友之间研究 现在都是对着电脑在研究 那么年轻人他接收新的事物更快 他的反应啊 还有他的专注力更好 所以包括记忆力 对吧 他这种大量的AI的下法 他肯定还需要一定记忆力 那么年轻人肯定是要占便宜 要占便宜一点 然后我觉得随着这个AI时代来临 将来这个围棋的这个会上升的空间会很大 那再下一步的年轻人 因为再下一步的小孩 他们接触的训练方式跟我们完全不同 那么他们的竞技水平 我认为会会要比前辈要要更厉害 因为他们的训练条件不一样 没错 包括现在这个挂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以前我们 我们下期是这个挂脚 都是觉得担心黑气双飞燕 总觉得双飞燕的一方会更有利一些 但你会发现最近的围棋 可以看到很多棋手挂一个都是拖线 都让对方来双飞燕 是吧 他们就觉得好像双飞燕 也没什么了不起 是 现在这是一个普通的定视 这个脱退定视 其实是在这个没有AI之前就非常的流行 对 但是AI出来之后依然 依然更流行了好像 对对对 就是普通来讲就是就是跳吧 就是普通这是定视的结构 那么白旗可能会在这一带 不管是在哪里肯定会选择家机 肯定会选择家机 也就是说呢 白旗本来这是一个定视嘛 对吧 但正好去夹击到黑旗的话 作为白旗来讲 这个结构上可能 还是比较满意 所以这可能也是黑旗 脱先的一个原因 对 这个这个定视下了很久 其实你会发现AI也在用我们很多以前我们的一些下法 就说明我们前辈棋手传下来的定视有大部分还是值得这个认可 是是是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在这个AI时代好像围棋 周老师说好像要重新学习了 实际上我觉得90%吧 还是没有变的对吧 对对对 但就是你要去接受他一些新的理念 就是同样的一些定视 他的他的理解是什么 这是这是我们就是职业起手需要去思考的 你看大家现在最近比如说都是双飞燕啊 都是点三三啊 但是其实他心里面还有一些内涵 这些内涵呢 就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那么谁的理解更深入更透彻 可能他的布局就会占便宜 是对吧 就是不因为AI他他点三三 其实他也会根据不同的局面 他会选择不同的定视选择 那么他的他是怎么思考的 这就需要你起手去琢磨 因为你不可能用用用那种 用用怎么说用技法来来去学习维棋 你比如说美盘棋 你都根据这个美盘棋的不同 你就去让AI来帮你摆变化图 对吧 然后你就靠大脑去记 但这种方式你是记不过来的 因为围棋的变化量太大 对太大了 你不可能记得过来 就是你用这种很粗暴的方式是吧 对对对 就是穷尽法好像是很难 对很难 除非我们真的有那种记忆的天才啊 但是其实是如果如果光靠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其实还是要靠理解 就是靠理解 好我们看实战啊 实战呃是没有没有硬了 直接来双黑验 对 双黑验白棋选择的是往 这头压 嗯 搬起来 因为这个方向还是比较 比较正确的 因为假设假设白棋往这头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往这头压 那么黑棋大概也是也是拖 也是拖这个方向 那么现在按照现在的下法一般是搬这个 现在普遍认为挖接这个定式是比较亏的了 对啊 所以一般来讲会选择这个定式 那么你喜欢电子你不管是粘也好或者是压也好 反正黑棋啊 就这个地方他 还简单定型以后啊 我们看到如果普通的下个呃定式就是我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定式对啊 那么大致会下成这样啊 像这样以后我们看黑棋啊 呃 不管是加过来还是或者就算跳一个 其实白棋的方向已经有些奇怪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拆在这儿的话 对黑棋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 那么如果说白棋这个子力不是很发挥的话 其实这个定式白棋是有些吃亏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从木树的角度啊 这个就六木棋嘛 这个角至少有14亩啊 所以黑棋先通过这个先手交换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木树比你多了很多 对 那么这个定式的好处在哪里 就是他其实他中央有有势力 这是他的优势 为什么这个称之为定式 就因为白棋在中央可能会有些 不仅仅是边上这么几木棋 对对对 如果你如果完全被限制住 假设你这棋潜力完全被限制住 你这个两个定式的配置 你可以很简单的比较对比较木树就知道 大家同样四手棋 对吧 黑棋四四木 你只有六木棋 那你怎么可能接受 嗯 是吧 所以说白棋不愿意选择这种定式的原因 就觉得这样的话 普通的下廊话 白棋这边亏了 这边倒还能接受 就这边就白棋的这个配合就不太理想 对 这还是从全局来出发啊 选择定式 嗯 这是白棋比较困惑的地方 那么如果你刚才讲了这个 如果拖接完你 如果接这里的话呢 你看黑棋就拆在这 对吧 拆在这下手棋 你大概要这边定型 那他这边就先动手 你要是往这边 比如说往这边去 去怎么 啊 处理一个的话 那黑棋跳就正好就加击你这个子 嗯 你这边走呢 你正常来讲也是个 后手的定型啊 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下法 他就像这样 对 然后白棋 长或者跳都可以 那么黑棋就可以强行走到这 这样可以看到黑棋 这有个子以后 对这边就形成了一个攻击 白棋的调子就 好像配合还不是很好 对 也不是很好 所以这两个压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要选择这个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靠压的方向的时候 嗯 要注意黑棋拖这个的选择 要看看这个左右两边的配合 对对对 就是你要想到人家脱退以后 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 那么看到这个李维钦呢 实战是没有选择边靠压 对 选择在这里靠压 这个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 嗯 斑 嗯 走 拖 对 对 现在都是斑的 现在挖接这个定式 已经不存在 挖接的话 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点 速度有点慢 对对 实际上 像这个挖接啊 就是 AI没有出现之前 很多棋手 很多 对 然后打吃一下 然后白棋 加在这个位置 嗯 这个在 以前啊 这样的实战高手的对局很多 包括我自己也下过 这样在AI没出现之前 这个 这个 到下面这个布局可以找过 我印象中就有五六盘 我都看到过 包括我自己也下过 所以说就是 AI在有些地方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个启发 其实说实话 这个当时这个定式出来的时候我的质感是觉得白棋不好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 然后我看到很多高手都在下 嗯 所以我也在下 但是我我就是觉得白棋不好的原因就觉得白棋的棋型不好看 就是这个有点有点这个鱼形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这个定式白棋是亏损的 但是为当时很多高手都在这样下 然后你也没有一个人给你明确的指出白棋不能这么下 是这是我们比较困惑的地方 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就说 呃我们说他这个得失啊 可能并没有足以影响胜负是吧 大家还可以接受 对 而且我们更多的判断这个棋的不好的原因 就像我的理解一生就是棋型不好 嗯 那么你棋型不好 其实你是个很很抽象的一个判断 对吧 没错 不像现在这个AI 它可以有一个冰冷的数据告诉你 你这个胜率是多少 所以说这个这会 由于这个出来以后 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很多职业棋手就不这么下 呃因为本来其实这个棋型 很多职业棋手都觉得白棋的棋型不好 但是只是说哎下起来 好像下下胜负也差不多 对胜负也差不多 觉得胜负不在这里 那就可以下 但现在这个AI告诉我们 其实你这这个形状 你的胜率是亏损的 嗯 所以就下了你就少了 但是说不定这个亏损呢也是有限 但是我们从心理上就是没有没有道理说先接受亏损啊 对对对 其实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怎么说呢 你的水水平越高 你亏损的一点 它的幅度越来越大 就比如说AI也是这样 就是AI它也在不断的升级 对不对 可能它在这个时候 它它初代版的时候 可能这个地方是40%的胜率 可能到了升级版以后 你这就变成60%的胜率 因为它它的水平越高 它领先你一点 它就很把控的很牢 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AI有时候它70% 60% 可能我们一步骑就就就就就回去了 没错没错 就是很多时候60% 70%可能就是一个半目的胜负啊 对对对 因为因为水平越高 你的掌控 你的细节就越好嘛 没错 对吧 但是我们人类做不到啊 那你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 百分之六七十胜率 但职业高手可能就一步骑 这个胜率就回去了 二三十个点是很正常的 对 所以不要太盲目的去看这个胜率 我始终觉得围棋还是人下的 没错 不是极其下的 是 好我们看实战 没有挖毡 它是斑 斩 然后压这个 这是我们熟悉的一个定义 这个局部来讲 一种就是压一种就沾 就这两种下巴 压的目的很明确 它就是 怎么说呢 它就是你扳它就虎 它其实就是要求自身安定 它虎到这里以后 它其实它自身的眼形已经走出来了 你打它就接上 那么接下来如果你补这个 补这个地方的话 白旗白旗一种是可以选择这样 加过来攻击你 一种也可以考虑自己 自己安定 安定完了 这边要加 这边要加 两个建核 当然这个局面可能 可能还是先加比较 对你积极一些 其实它这个目的就是 就是把自称 走牢 因为这个地方它很明确 就是你是二打一 当初是你是个双飞燕 你是二打一的一个地方 子力不占优 先把自己安定 是吧 是第一步的 对 这就是压的目的 那你黑旗如果搬这个呢 白旗就虎住 这个形状是虎的是吗 虎 不是粘 不是粘 粘的话不不便宜 你还是虎一个虎一个比较好 那我看现在实战好像大多数还是当靠的时候都是冲 对它就要求这个头 你看冲的话 你只能是站上 你没有别的下法 对吧 你走这个这一冲 你还得保持 那这个就整个被冲出来了 对这个外围损失比较 对你冲出来以后 你这还有个双轿吃呢 他在冲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你 你这个骑行还是 还有个双轿吃 对吧 可能还要再落一步后手 对 对不好不好弄 所以这个冲的时候 你只能是站 然后他再搬 他的目的就是说 被你唬住 他这个就冲不到了 对 那这个冲不到 可以看到这个头是不一样 这个地方头 你冲到以后 这个头是软头 以后将来你不管是贴起来也好 白旗这个地方弃紧 冲一下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好 我们看他冲完之后搬 也是现在最流行的变化 实战李维钦是脱先了 下得很积极 对 速度很快 对 正常的定势 刚刚我们讲过 就是虎 对吧 这个定势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我们刚才摆 靠那边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过很多 对 如果沾上的话 然后白旗大致走一个 不管是走这个 还要走 反正就大致走一个 这是比较流行的一个下 这样一步棋就连片了 这样效率 两边兼顾是比较 白旗应该是比较满意的 对 这也比较正常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从AI的角度来讲 可能总是从白旗好下一点 但是这东西没办法 你从天目开始 这个白旗就占优 对 但是从旗来讲 我觉得还是双方都正常了一个定性 白旗可以跳一个 这样黑旗两颗脚也可以下 双方都是正常的格局 那白旗就是他不太愿意 局部落后手 直接选择拖鞋 这下法是比较积极 对 靠一下 这样直接靠过来 那么现在黑旗好像还是要跟着硬吧 对 扳是必须要走的 然后接着呢 白旗连扳 这是另一种选择 这是另一种选择 这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挤 那么黑旗有虎的 有粘的 两种下法 差不多 然后长或者跳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下法 常见的 那么局部呢 白旗是下来的 但是也落了一个后手 落了一个后手呢 黑旗就可能在这一带去 出动了 这个出动 白旗一不小心很容易落空啊 对 反正黑旗肯定要进来破坏白旗的证实嘛 再让白旗围一手 黑的就有点 这块空就有点可怕 是是是 但是如果黑旗现在马上动出的话 我觉得白旗的 这边是先付出了这个实地的代价啊 走的外事 能够这个未来有多少收益 好像要打个打个问号 对 不好不好掌控 不好掌控 掌控 所以他选择连班 连班这个下法比较少见一些 这部棋其实 我最早以前看到这个职业高手 第一次用这个方式下下的话是 于斌老师 就是连班吗 对对对 这个其实连班是他 至少是他比赛中我看到 他先下车 虽然这个连班我们都知道 这个都都知道有这样的手段啊 但是在 比赛当中用这种手段 我看到的就是于斌老师最先用的 这部棋他其实 创新的一手他其实是他的他的这种思路上啊就是放弃中央他要把两边控制住 那于斌老师也是比较喜欢实地的技巧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下 其实这个下法很紧 他连班你就是你打吃这个他一尝 你现在就比较难下了 现在对你黑棋面临的话就是打吃还是沾上 对你好像很难两全了 基本上不能沾沾被蒸掉了肯定是亏损 那你打吃这个呢 那脚就保不住了 这个背一长 长对 这样你脚就保不住了 比气应该是黑棋比不过的 就是还里面还会有点齐 会有点齐 那长或者打吃都可以 那么虽然说你有点齐 但是你现在出不出是个问题 你不出他提掉就很大 你出的话局部你大概只能是这样出 然后打吃打吃 白棋粘上 你粘住对吧 白棋立下 然后你大概半阶做活的样子 半阶做活 那样活你局部就是这是一个后手 首先先不说 你看你的木树已经被收挖的很惨了 其实那这边可能还要被继续 攻击 对 这个形等于是被白棋这样子 立倒一路穿 这个我们说一般这个裂形 对 被这个开局就被穿裂了 还是有一点不满意 对对对 局部肯定亏 那你等于其实 其实你可以这么想 其实我们把这个棋 刺去颠倒一下就很明确了 就等于是 他你跳是定式 定式 他刺的时候你脱先了 一般来说都会粘一手 对一般来讲你肯定会粘 或者你小节要补一个对吧 你等于脱先了嘛 脱先被白棋冲断一下 你确实挺难搬 嗯 所以这么去推的话呢 所以这个搬了连搬 基本上黑棋不太会打直 从这边打直 一般会打出来 对 然后打出来 那打出来几乎也是只此一手 基本必然 打直之后粘住 对 然后白棋飞 其实白棋它就是通过这个下反的话 它就控制这条线 对 刚才讲了长的下反就是控制中央 他现在说我中央不要了 嗯 那我就把这条路给堵住 我在这边形成一个 呃 势力范围啊 势力以后将来挂过 挂个脚啊 这边可能就会有 有发展的空间 也是一种很灵活的思路 嗯 这个思路很灵活 那接下来 黑棋 直接靠 嗯 靠白棋 靠也是好手 对 他先保留这个冲 是吧 是 这个冲一个几乎是绝对先手 所以先靠对 如果白棋现在冲的话 黑棋顺势再一冲 是 嗯 是 那这样的话你你基本基本 这时候黑棋就是好掉了 对 很好的调 这你挡不住了 这冲一长 这个白棋外面对断点太多了 对 我们看到 除非就是有些情况下 可以考虑这么下 就是说 这边如果说能够全是空的情况下 啊 这边如果能够全是空 嗯 的话你就可以考虑 这个还是比较有魄力的 是吧 基本上不太可能 基本这个局面不太可能 因为你太长的话 就随便就活了 对 那你如果在这边围一手 这个被扳起来你也受不了 这个被扳头 这这边也很大 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这么下 除非你你比如说这边已经是有 有颗子了还是怎么叫 然后就 这样长出来围这块空 有些场合可以考虑 但如果说这有颗子的话 他也可能就直接挤了长了 是吧 对对对 之前就不太成立 所以靠的话大概白旗是不太可能 是90%的情况下是不会冲过来 对 所以他就选择跳 还是选择跳 他那个目的就是很明确 就是这个头我不要了 你可以出来 但我就要走 走到这两边就可以了 是 我们也看到白旗还是很灵活的 就是在中府让你出头 你出头的同时呢 白旗两边呢 就是顺势呢 捞一点实地 对 这就是白旗靠连的这个思路 实战黑旗是 冲断了吗 是拖鲜了 我这打吃的 打吃啊对 这个打吃也是 有一手旗的价值 对这是打吃很大 但是我觉得稍稍的有些缓 我觉得有些缓 我觉得要走的话 如果说我要走的话 我觉得还是想直接走在这 还马上冻出来 这边多了一颗紫 因为这没关系 就是这打入的目的 其实并不一定是要公白旗 当然有公白旗的意识 但是不是说一定要公白旗 其实最关键还是碰你的空 因为黑旗这个脚是活旗 这个不用担心 黑旗的脚是活的 你走在这 黑旗打吃在这 以后还是要走在这 就旗 你将来一轮黑旗走的话 黑旗也不可能在这地方提 你太小了 你要走也是走在这 那如果我先走在这 我这部旗就不着急了 对吧 这部旗其实 这边如果黑旗不走的话 白旗有没有下一手 白旗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下一手 要有的话白旗 就倒虎 也就是虎一个 有可能他马上虎 虎就打吃 那实际上不就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定式吗 本来这个定式走成这样白旗要拆边的 等于你拖鲜了 你拖鲜那我打进来是很正常的 这个逻辑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黑旗就应该直接走在这 因为打吃这部旗是有一些缓的 对 打吃这部旗你 仔细看就算如果白旗没有什么大的 白旗算搬一个这两个交换 黑的可能都不便宜 因为你把这个子拿掉 白旗损了 票有点 点小是吧 你这样看你看可以看到黑旗的手术花了有些多了 有些慢了 白旗挖一个你说能损到哪里去 其实很难说 那这个心情还是稳健了一手 我觉得这部旗有些缓 毕竟 毕竟我觉得这旗是快旗 快旗的话 他有时候他们来不及思考 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靠出来以后 他肯定是想在这边动 对 但是快旗的意识 他没想清楚该怎么动 所以他索性就脱先了 其实最好 这地方要动的话 他比较人想到的第一感就这么动 这么出来 但这么出来他会发现 好像也挺无趣 有点单观是吧 没有明显走到这个墓术 对 没有怎么墓 那你说你要供这两块旗 好像也不现实 在白的下白旗随便怎么连一个你 也供不到东西 是是是 或者把这个打拔了也很大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他 他当时一下就觉得不太会了 不太会了呢 他觉得这地方我不好出牌 我就不出了 他就脱先 但是脱先的时候 他又没想清楚走哪 所以觉得打 打确实是很多的第一感 因为这打一下 总是很舒服的 有点这个叫什么 逆收关子是吧 因为你不走的话 白旗是可以唬一手的 对 那总是有一手机价值 这是有一手机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呢 打还是挺大的 但是我觉得不够积极 我觉得还是应该考虑走在这 因为你走在这以后 你下手机还是在这 对 你白旗不走 你将来你这期还是要走在这的 那你索性走在这 那么下手机可能就跳出来了 这样对白旗更严厉一些 压力更大一些 是是是 可能是星星做了妈妈以后 这个比较性格比较温柔了 对 打吃 我们看实战 打吃 白旗板 白旗是家住 封住 这个风头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不走的话 黑旗就是冲了霜出来 是 那么白旗花一手旗来封锁 你觉得这个 有没有价值 也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他当时他也很麻 其实他这个这次刚刚讲了 黑旗冲出来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怕 但问题是黑旗走了一手以后呢 你这边会有些薄 整体会有些薄 那你手术还是要在上方走起 对 所以我觉得白旗一种的就是他实战这个封锁 一种的就是在这边防守 这边防守其实也是目的让黑旗这个出来变得无趣 这其实两种思路 这个就是对这个底下的地比较比较重视一些 这个对中府的后卫更重视 所以很难说哪个更好 更好 很难判断这些地方 看起来是两个方向 实际上他的意图是接近的 对 反正总之那边是极锁 不能在这边去走起 这边走起的话方向就有点问题 那边有薄 走这个他还是强调走得更厚实一些 其实这不是我冲 接下来几步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事物 冲的话他这个意图应该是要准备断了 对 但是断明显不成立 断他是 你看断人家这个打吃是先手 先手 这个必须得挡住 对 那你打吃 打吃以后你这个就跑不出来了 那这个字跑不出来的话 那看你跑 我们再摆一下就知道了 提走 长 我再怕 那扳住 这样你可以看到里头的气是杀不过的 扳住黑气只有三气 对 里头杀不过 里头杀不过 那外面有没有气 我们试一下 外面就断的话就一退就可以了 断 对 这就 已经没得杀了 没得杀了 对 尤其这有个子 如果没子的话是不是 没子好像也不行 没子 没子我这样断打出来是不是可以 没子的话 没子 没子有希望 没子我看看 你走 走 这样人长 然后这时候再来压 嗯 没子还行 没子还可以 但是现在多了一颗子 对 这个打长出来就 威力就 差了很多 不但是你 没子的话 白气可能可以先打 先打再爬 好像也没起 先打再爬 这样你 你看你走 走 那摆一下 这样你打断的话 打断 嗯 他就打这个就可以了 再打 然后再打一下 这样气就很清楚 嗯 这样你家 你家三口气 就不够了 所以没子也不行 你断着 他先打了再爬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个其实 嗯 那么星星在这里 可能是有一些 污算吧 是有污算吗 嗯 他是 我觉得应该不是 不是完全的污算 因为这个计算 应该不难 我觉得他是觉得 他觉得想让白气打一下 嗯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地方 他可能对脚上的死活 有一些 有一些没算清楚 我们看啊 现在白气打吃的时候 黑气又不敢尝了 是吧 那我们把了变化 嗯 他实战是提掉 对 那么 提了一个字 白 白气也提一个 白气没有提 白气不用提 白气还可以脱鲜 对 就是黑气这个地方 下的 太慢了 这个这个节奏 下的太慢 是是是 有些慢了 嗯 因为实际上这个脚上 如果没有这个打拔的话 应该也是活气啊 对 对 其实他 我们把手 这个刺去颠倒 其实就等于粘了一个 他就等于粘了一个 稍微木数好一点 嗯 但是你这个粘实在是太 太缓了 有点缓 因为相当于 白气在外面封头的时候 你 先手封头了 对 是吧 对 就是 先手封锁 你只不过就是说 让白气这个 送了一下 送了一下 但是这个厚一些 送了一下 可能损个 损个一两目旗的事 但是这 这两下交换 呃 怎么说呢 也不便宜啊 肯定是亏了 肯定是亏了 因为这个旗 如果像这样 他还不一定有单 如果白气交换 肯定是单把好 嗯 将来不会去断的 将来肯定是要点的 嗯 因为这个脚已经活了嘛 没有必要再去吃 这三个子已经 对 已经是 一见小了 对 所以这个旗 这是重大失误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打吃 只能说是还手 还不至于 这个局部任就落后 但是这部旗 确实是冲断 慢了 重大 速度 速度有些慢了 嗯 他其实 我觉得他可能 对这个脚上呢 死活啊 他可能有些 有些 没有 没看清楚 对 按道理 这个旗 他肯定是想脱线的 嗯 我觉得黑旗也应该脱线 手这个脚也可以打 还是打入这个也挺大 这这两个点 我觉得都挺大 对对对 干脆观测意图 从这已经 已经花一首旗了 继续是吧 继续来进攻 因为这个旗 白旗啊 他可能就这个地方 他我觉得他算的 不是很清楚 就是打拔完了以后啊 打拔完以后 黑旗是 不会这么做活 如果黑旗这么做活呢 这下还是被白旗 太舒服了 嗯 但黑旗这个局部 他可以 其实是沾种先手 沾种先手 然后他可以 搬 搬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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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粒的话 这旗活的还是挺干净 搬粒现在有一个段 更大当然是 对 不但是你就是 就是外头有个子 黑旗也挺安全 里面是活旗啊 也挺安全的 我加一个呢 加的就粒 粒 嗯 长就 你只能长吧 长就粘上 长就粘上 接下来这个局部 杀不掉的 是进火的 乍一看觉得 有点算不清楚 没有什么问题 你爬的话 就一粘就很清楚 好像是一个双火 是吧 你爬的话 一粘就 没有没有双火 就黑鸡有磨 就外头都是气 那我是 我如何小青 走这个 走这个他就 走这个他我看看 走这个他就走到这就可以了 他走到这就可以了 把两个气掉就没有问题 这两个子不要了 因为你必须要先有这个子嘛 你没有这个子 我就直接出来了 没有这个子 我打了一跑就出来了 所以你 你首先我先给你放了一个子了 我只要求活就可以了 那这个脚上的死活 如果说 这个大龙是可以活的话 好像就不用太担心 没有问题 因为你打拔已经一手气了 这我还给你放了一个子 你又走了一手气 其实没有什么收刮 你就是吃这两个的问题 你就吃这两个子的问题 没有太明显的收刮 还可以接受 是吧 对 毕竟白旗是花了好几手旗 是啊 这地方就是说不能搬虎 就是搬虎的话 这个结构就有问题了 那搬虎好像 对 搬虎如果还是被白旗加完肠 它可以弯成这里 弯成这儿 假设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局部活不了 好复杂呀 这个局部这样就活不了 你走这个 它就立得 就不好活了 这个 这个如果 如果来作演的话 这一扑进去 打结了 打结 对 如果不走的话 被它打进来 对 反正就 这个局部就是被活在这 这局部就活不了 对 所以这棋不能搬虎 要搬虎 搬虎就很安全 学一招 这个局部的 做活的手法是搬虎 其实应该也还挺实用的 是吧 这个形状 挺容易出现的 在实战中 对 搬虎是活得很清楚的 这样的话 它就比活在这儿要好多了 活在这儿 黑的不能接受 被先手打拔了 它搬上这儿 搬虎的话 它这个 想一个急先手 它这个木属 还是很大的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白棋的收刮 暂时还不成立 还得 还得去 外围 还得补 所以黑棋 没什么好怕的 你打拔 我搬立了以后 你其实外头 还有一些薄 所以黑棋肯定 应该拖先 不管打入这个 还是守这个脚 明显应该拖先 是 这个速度 还是要跑起来 是吧 实战这个 我们看实战 实战 这个真的是重打失误 实战 星星先冲断之后 边一打 一打 再一打 不能跑了 这时候提 这时候已经骑虎难下了 你断都断了 没错 你断都断 你断都断 你再不能再拖先了 你再拖先必提 你再断了一下 这实战太惨重了 那么花一手棋 花一手棋之后 李维青拖先 这个黑棋 整个的速度就太慢了 没错 这李维青啊 现在是 两千后 两千后的棋手 我们说两千后的棋手 正好也属龙 我看到很多这个 媒体也好啊 或者奇迷朋友们也好啊 喜欢称他们叫 七小 七小小龙 原来有个七小龙 我现在叫七小小龙 对 有这么有这么七位棋手啊 就00后 00年出生的棋手 都成绩很不错 那李维青也是这个 七人当中的一个 其中还是比较突出的 一位棋手 我刚才查了一下 这个等级分啊 就等级分当中 李维青啊 特别巧 刚好和这个星星的先生 刘欣奇的 很接近 很接近 对 就是这个刚好就是 前后差一位的这个 样子 所以说你别看他年纪小啊 这个不到20岁 但是这个实力还是相当强的 对 现在中国的这个抢手太多了 这个我觉得不能光靠 等级分来看实力的 现在这个实力接近太多 尤其是我觉得 尤其AI的出现以后啊 双方这个职业棋手的 这个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小 因为我们讲以前 顶尖的高手为什么厉害 其实他的主要是在于布局上面 他会他会比你这个棋杆要好 大局观控制的好 所以你跟他下棋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你是你亏的是亏在前半盘 你看等于是你本来这个水平差 就跟他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你前半盘还要吃亏 你前半盘还要吃亏以后 你后半盘就很难搬回来 对 所以现在但是由于这个AI的来临以后 大家都在用AI来辅助来训练布局 那么在布局这个差距上面 会越来越缩小 越来越缩小 那么起手之间就开始拼的是什么呢 拼的就是中护盘 中护盘一个是力量 一个是精力的集中 所以现在的起手 其实水平差距是非常小的 不要看这个等级分 有时候可能差了几十名 实际上他赢他很正常 所以现在这个就竞争更加的激烈了 是吧 原来我们说中国威胁这个厚度啊 对 很厚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更厚了 你赢盘已经很累啊 不容易啊 不像有时候以前你一个布局套路 对手准备没你充分 理解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就很轻松的就赢了 对对 但现在美盘棋你布局是不太可能奢望去占便宜的 或者说现在要求起手们就是不要说有短板了 就是你不仅就是没有短板 你还得有自己更加突出的这个强项 对包括你看前段时间柯杰他自己也说现在银盘棋都很累 很累啊 因为美盘棋你布局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懂都知道啥变化 反正下完40首以后我们再开始杀 对吧 就是你很难就是一下板击溃了 这是你就下了就比较累了 是 我们看接着看实战啊 对不起这个地方下完黑棋这个线布局就有点有点速度明显感觉到变得很慢 那我们看这个星星继续把这个纸尝出来 那下的稍微的黑棋这个地方有点怎么说呢 有点过于的僵硬了 我觉得 对你好像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对你看这地方花了一后手 现在呢你又断了一手要憋着吃这三个纸 然后现在要去尝这个 其实你会发现黑棋走的步调明显是后脚跟慢一排 你现在其实白棋要跟你站也未必站不过 其实白棋不跟你站 黑棋难道你还要再去沾一个吗 如果假设白棋比如说啊 就随便比如说我们先摆一个比如搬一个或者之类的 难道你黑棋还要沾吗 你沾的话你看看黑的 这个效率太低了 太低了那我接着拖先 难道你还冲吗 冲我实在不行我就给你了 这三个纸我就给你 你这吃半天 这吃半天这三个纸 十目都没到 但花了一手两手对吧 这个整个的这个黑棋的棋型看起来就太拥挤了 反正就是觉得快棋的时候 王正欣在这个地方他思路可能有点没转变的有些慢啊 好像没有调整过来是吧 对对就是但他的思路倒是很连贯 就一直要他就一直就是要蓄力 我把我自己做活了我就要冲进你的薄位 但是可能就是还没有考虑到这个子孝的问题 对这盘棋前半盘感觉这个星星好像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这个实力 我感觉不发挥是不发挥 王正欣的棋他力量是很大 他力量是很大的 可能他就是想通过力量来冲击一下对手 但是就是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子孝下来太慢了 对因为星星在女棋手当中啊也是 就是应该说和这个余志盈正好他们也是同一个队的嘛 对应该是现在中国是比较比较突出的两位女棋手啊 对对对对对 在和男棋手对抗中 我觉得他也经常是能给我们展现出一些让我们非常惊艳的一些这个成绩 对因为他的棋有力量嘛 有力量他是有可能能够给男棋手带来很大压力 对但这盘棋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发力点 对就这部棋我觉得也是有问题 你现在还不如先走这个 你还是走这个 那白棋如果白棋走这个你你不用担心啊 这个地方走一手棋其实能有多少价值呢 封你一块活棋对对吧 作为白棋来讲 白棋是不会走在这的 那么你走在这黑棋再走攻击这边的话就会更更有力 其实从棋的逻辑来讲就是说 你不走的地方人家也不走那你就肯定不着急 说明这个地方就不着急 如果你着急的话白棋这手棋他就会走过来了 没错 对吧 白棋挂就肯定是不担心这个地方 那你非得去这个地方再去纠缠 那么白棋把自己走 白棋这手棋是带着木的 然后把自己连后 那现在黑棋又把自己走得很难受 你到底接不接 你接是个几乎没什么价值的棋 那你不接待会人家冲过来 你这两个子等于又变成了枯起 嗯啊 所以这个步调就越下越被动了 对 有些没有调整过来 嗯 我们看他现在是 现在把这三个子吃掉 嗯 这三个子吃掉 其实也是间接的接应一下这个尝出来的这个棋子啊 他他也不会下了 其实说实话 我是难受啊 我们理解现在新兴的这种感受啊 这确实不好下会 就是这换谁来下也不知道跟什么下 你你不吃你不吃这三个吧 白棋又厚 那你这些就不知道干干嘛 那你吃这三个子呢 你又明知道这个三个子很小 嗯 所以就是很难下 这个白棋现在其实很好下 很轻白棋很轻 对他马上又拖前双肺炎 白棋很好下 白棋哪怕就我觉得就算冲过来也不怕呀 这个冲的沾上 这个战斗 实在看不出来黑棋能有任何有利的地方 嗯 都是能不能马上冲断 对 都是白棋的子 不管怎么跑 如果跑的话 长的话正好是帮白棋补齐了 对啊 而且周边都是白棋的子 你属于一个人在逃跑 嗯 就不存在对攻的问题 是黑棋一个人跑 那所以 这个 这一串 就这个脚上所有的招法 王振兴的思路都有点奇怪 嗯 这样子有点 思路上 陷入了一个怪圈 那快棋就是这样 你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现在这个节奏一下没有调整过来 不是说王振兴下的不好 这都就是我们职业企业下棋是知道的 有时候你进入一个思维的怪圈 你走不出来 尤其是快棋 你更走不出来 你30秒吹着你了 对对对吧 你就只能是按照你的思路一直走下去 哪怕走的不好也没办法 就是不过话会说回来 就因为是快棋啊 这个时间还还很长是吧 就只有这盘棋还呃 只是现在只是前半盘 那么他们后面机会还会有很多 对 所以呢也不要着急 嗯 阵线拉长 对 挂 走这边 嗯 又走出一个双飞燕的定势 现在都是拖的啊 现在下拖的比较多啊 现在现在点33这个定势 已经已经下的非常少了 点33的话是不是就直接 再虎 以前这个定势也也有过嘛 嗯 这也是以前的老定势 下的比较常见 现在最近下的很少了 嗯 最近一般来讲点33的话 虎的时候 一百期还是粘的下发比较多 好像这个定势好像被淘汰掉了 就是最近几年 我很少看见黑棋有这么就白棋 有这样选择这个定势的就像这样以后 白棋也是粘的也不太愿意 不轻易让你黑棋把这个子吃掉 是吧 也不太愿意 不让你轻易安定 嗯 可能还是觉得这个棋 白棋稍亏一点 可能是没人这么下了 因为这棋放在这也是一个定势 这等于是一间加 对对吧 一间加你 双飞燕你 压走 放在这也是一个定势 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定势 但是 如果说正常来说如果没有特殊的配置 这个黑棋还是肯定还是放上面比较好 中央还是明显有区别 你走这的话以后被立了打一下 中府还是潜力上还有关系 所以黑棋还是多半还愿意放在这 那么因此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棋啊 黑棋要占点便宜 没人下 对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拖的啊 拖的比较多 点完反正也是火要粘的 现在是粘住 小尖 对小尖是一个棋型 小尖是棋型 大家注意这个粘完有 实际上这个冲断是不存在的 暂时是没有的 你冲断的话你自身 自身流的一个反断 冲了就自撞了一起 所以现在可以断了 对 粘完一期你这个就不能打下来 你打下来的话 这气自身就不够 可以看一下 这样气就不够了 所以黑棋这个断点啊 白棋是暂时是没有的 除非你这个地方 这一带有紫 把这个断点防住以后 是吧 现在冲断 但是话说来 你要多一个紫花 可能再冲人家也不挡了 是吧 也有可能 对 但是你多一个紫 一般黑棋会选择在这边走 黑棋会处理一下 因为白棋 实战是小尖 这也是一个定式的长形 跳 交换之后 白棋再虎 对 这样白棋就便宜了 就是 这两下就便宜了 你直接虎 它尖通到这 它现在把头先抬高一些 对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的潜力还是差不少的 这两个 你现在空围到了三路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简单摆一下的话 你可以看 这就 我们比如说这样简单摆一下 你可以看到白棋整个就 被压低了 压低了 因为冲断黑棋暂时 这个脚上还是活起 黑棋现在比如说 它还是会往外头走 它不会回去的 你冲断这个 暂时它可以尖在这 这样你局部来讲 你只能是搬了连搬 有个打结 对 你搬你就吃不掉 但搬了连搬这个结 对于白棋来讲 也有一定负担 也不是轻易能够 马上就能走的 对 打输的话 你的目视损失非常惨重 不仅损失惨重 自身可能这个眼味 也要出现一些问题了 是 所以这个棋 冲断 这个是有 但是这个风险也是很大 很大 而且你冲断是花了一手棋 这个单关 对 所以白棋呢 所以先走这个 其实作为这个定势来讲 黑棋这个时候 其实跳 有些亏损 如果单看局部的话 如果黑棋跳 被白棋虎 单看局部 黑棋是有被便宜的嫌疑 一般情况下是 那边没有子 那边没有子 如果 跳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你补这个地方 我就在这一台夹击 那边我们先不看 那边就不看 黑棋就夹击过来 攻这两个子 那白棋如果回去 黑棋就来夹击这边 攻击这边子 其实跳这个的目的是 两边建核 两边建核 但现在问题是 人家建核这有一排了 现在不接应了 不存在建核 所以黑棋这个整个的配置 就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 我们看实战 黑棋 虽然有点难受 还是很强硬的打入了 对 这就是怎么说 胜负手 因为确实没有棋可下了 有时候你明知这种棋比较过分 但是这个局势 你不这么下就没有步调 你看你比如说 你要不这么下普通的 你跳跳 白棋就跟着你跳 那黑棋下一手怎么办 你不走 人家冲断先手 你做活 那你这块棋怎么办 对吧 那你自己走 你不能下这种棋 这样棋就没有木属 对吧 像这样棋 我也特别想给这个 棋民朋友们介绍一下 绝对是要杜绝这样的单官 对对对 哪怕你要 如果不活的话 可以小尖在这里 也会比单张好一些 对 现在就是这个局面 就比较比较尴尬 就是这样 这个连回去是不能考虑 没有没有子孝 但是你现在不走 白棋冲断先手 你做活 那上边交给谁 那你黑棋要走呢 你这么走 其实也是在走单官 单官 白棋就接着 自己输出回走大厂 以后将来 他就二鲁小尖收官就行了 二鲁小尖逼迫你 还是要走这个单官 对 所以黑棋 走在这以后 如果普通这么走 他没有一个战斗的头绪 对 这样的话就很难以来争胜负 所以王金星打入 虽然看起来 是打入到白棋的势力范围内 有点勉强 我觉得也是 就像周老师刚刚说的 也是胜负手啊 对 没办法 这个在快棋的时候 行事不利的情况下 要把局面这个 搅乱 搅乱 看看能不能这个乱中啊 找到一些战机 嗯 那点是先手了 白棋沾上 对 沾上 嗯 然后飞出来 嗯 白棋要贴 对 贴 贴出来的时候 黑棋是跳 先把自身的形状啊 走走好 他要去攻这几个字 是 但实际上他 嗯 支撑这块也是 非常的薄 嗯 白棋 反攻 嗯 啊 这个地方 这个肩 大家需要去学习 这种棋 呃 可能很多 棋友都觉得要冲断啊 看有个段 要冲断 是 但是你冲完 实际上他 这三个子 已经清了 他只需要把自己 大部队做活就行了 现在黑棋是 攻着你这六个子 你这一冲 反倒把棋给 他给走清了 这三个子 你看全吃掉 也不过不到 实木棋的样子 对 你还没吃掉呢 现在你人家还 还以后还留着跑 但是这部肩 自身做活了 然后本身这个肩的棺子 就已经有接近实木了 所以这种地方 就要先从他的 底下去收根 让他整块棋变重 而且逼迫黑棋 黑棋一旦要这样补断 我们讲 这白棋是非常舒服的 这个补断 其实是没有木树啊 单观的一步 连回来 对 而且整体还是 还是处在一个不活的状态 这个肩是很大的 这个肩 其实黑棋任何时候 肩这个都 对 这个局部说 黑棋要补棋 不是粘 不是霜 对 是在二路小肩 对 就上面全部看清 不着急 包括这个手 其实本手 肩这个就很大的一手 黑棋 黑棋现在还是想吓得凶狠一些 但是白棋现在煎黑棋 还是很难拌 因为难拌 这块棋 您可以看到 这块棋 没有这块棋重 黑棋 这块死了 明显比这块死了大 这吃完以后 出出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六颗子死进来 最多也二十木齐 而且你现在如果拐住的话 白棋下面露一露 对 不是很好吃 对 基本上黑棋还在下面走 即使黑棋下面走 形成一个大转换的话 黑的也亏多了 因为黑的这个空明显 这个须目明显要比这个大 是的 所以黑棋 在那点 我觉得已经有点 如果说这个是胜不胜 那个点怎么说呢 不会 就是他也不会了 就是觉得 黑棋 现在就是怎么说 就是已经把这个局势 搅到最乱 已经没有 黑棋已经没有太合理的下法 现在只能挑不合理的去下 对 走这个 那么白棋 气势上肯定是要反击的 这个点啊 如果碰到这个 一般的女棋手啊 就说星星如果面对 它是一般的女棋手 我觉得还挺有战斗力的 这可惜 在面对的是这个 年轻一代的男棋手啊 对 其实下棋 力量始终是 始终是关键 关键 始终关键 虽然说 普遍我们以前的认知 就是觉得女棋手比较好战 比较好战 但实际上 男棋手也很好战 只是说就是在有些局面下 男棋手觉得 没必要战 会去思考 是不是 是不是我非得要战 就是 其实不代表就是 男棋手没有力量 其实力量是 绝对是一个 一个 没其实力的关键 硬道力 其实我们现在说 AI他这个 很强 他强就强 他计算力 对 他的计算力很强大 也就是力量很大 对 就是这样的 其实你看前不久 我记得好像余智英跟 跟十月还跟谁下过一盘 然后他局后就说 他觉得还是 在中盘力量上有一定的差距 实际上其实围棋的核心 还是力量 还是力量 力量和计算 只不过你看有些棋手比较温柔 比如说以前的孔杰 陈阳燕 可能相对比较温柔 但温柔不代表他不好战 不代表力量小 包括李昌昊 你不要觉得他的力量小 他只是觉得我 我这样下午就赢你了 我干嘛要跟你搞 那么多看不清 没错 这是每个棋手风格不一样 不代表他的力量就一定小 但凡是一流棋手 他的力量一定是很大的 对 只不过有的时候 他会选择什么时候发力 发力的时机不一样 还有说他就是他弱的话 他也只是相对的弱 就比如说李昌昊 他官子很强 相对于他的官子来讲 他的力量相对弱一些 但你不能说他的力量弱 但跟大多数来讲 他比大多数的人 骑手的力量比较大 我们看现在白棋黑棋斑 这黑棋现在感觉都有一些 稍有点勉强 对步调也很乱 对 你看你现在这边点一个 白棋已经小间出头了 然后马上再来斑 对 他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他反正这块棋 肯定不能死得太大 他希望什么 这搅一搅让你吃我小一点 吃我小一点呢 我在杀你这块 可能还能勉强能够接受 比如说搬一搬 把你搬进去啊 你万一妥协了 你能够协 那我在想办法再怎么去杀你那块 这是关键 我觉得如果在这一代 如果黑棋能抢到一个先手的话 再把这边拐住啊 那这个棋局的 至少能下呀 是 对吧 这个平衡还还可以维持 对 他就想把你先下回去 这样让你吃小一点 我就可以跟你吃的差不多 他就能接受了 现在只能是这么寄期望于对手 会不会下的软弱一些 因为现在白棋优势比较大 万一心里有波动 就会下来不求稳 是 好 白棋现在是搬 搬出 好 然后打吃 这个 这个靠也是很损 早知道 先靠 可能先靠不知道 好 先靠一下 先靠也很损啊 对对对 但是这其实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先靠 先靠再搬 白棋是不是考虑现在二路 度过或者是怎么 有可能跳点子也得过 因为这两招 对这两招还下不出手 有点下不出手 但是你先走呢 你现在又不敢断了 断这棋 人家就是打了一贴 估计也下不动 打了贴 你只有冲断 只有打吃 就外围也是 破破烂烂的 这恐怕也搞不动 总之现在的局势 对黑棋来说是 有些为难的 但再走这个也很奇怪 再走这个你 这边其实打上来 人家就二路飞一个 没什么大关系 嗯 嗯 当然它是爬还是飞了一个 爬的 爬嗯 黑棋现在拐过来 暂时是 这六颗白子是被吃掉了吧 也没事干净 是吧 这点还有很贵 白棋要想跑 应该吃不掉吧 我的质感应该吃不掉 比如就这样露一个 黑的怎么吃啊 它是还有这种尖吗 尖就爬过了 没关系 这边 这边这个段不存在 都是活的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黑棋留下一点点味道 嗯 其实也好 也没有什么 这都是活的 对 这底下也是活的 两边都是活起 底下也是活的 所以 它走这个 其实也很安全 嗯 但是年轻人比较狠 这期他觉得 他觉得你这块 明显比我那块重啊 我这个就算被你加一刀的话 最多不就是 二十多目 二十多目 你这边死了 可能奔着四五十目去的 对 所以你看李维钦啊 他先杀你这一边 毫无手软 嗯 所以先杀这边还是正确的 这这这边这 这一手旗断过来 就光这边的潜力就 二十多目 现在对黑棋来说是 越来越不容 他还 他还没有 吃了一个啊 他没有长 从后面反打 这是够稳的了 这绝对是够稳的了 啊 这个这个下 可能觉得这样下就已经 胜圈在握了 胜圈在握了 实际上 我是觉得这期 还是还是想 还是挺想尝出来 还是想尝出来 还是想尝出来 这样估计黑棋也不太行 不过他他他他这个倒是厚啊 他也有一定道理 他觉得这个沾上以后啊 将近吃一下 有点变数 有道理 对吧 吃完他打吃先手 这个变成一个结了 对对对 这样就变成一个结嘛 就是会有一些薄味吧 他觉得这个最稳健 最稳妥的下方 对现在白棋来说是选择比较多 是吧 不年轻人确实在这种这种地方啊 他们他们的感觉更敏锐一些 因为我们下棋的时候 如果是我下的时候 我会我不太会考虑这个棋 被人拔一朵花 如果我现在的话 我哪怕觉得不想活这个 然后我哪怕就冷静的冲吃 以后整体瞄着的东西也可以考虑 因为觉得你这样打吃 你多吃了十几木棋嘛 但是外头被拔了一个 所以质感上可能会不太考虑这个棋 就棋手本能是不愿意被对方拔花的 是吧 断完只有长的感觉 对吧 断完之后从后面来这个反打提躲花 这个感觉 因为年轻人他们受这种骑行的这种束缚更少一些 因为他们从小的训练方式跟我不太一样 他们受这种骑行的束缚更少 他们的理论就是我怎么样能够稳健的赢下来 为第一要素 他不管这个骑被你拔了 是不是难看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啊 他觉得我把你吃掉以后 我全局厚了就可以了啊 全局够厚就行 这个黑棋又花一手棋吃掉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啊 周老师 对 但我们刚才说了 判断了一下这个吃掉这边二十多木 白棋呢 木数可能吃的比黑棋要大 嗯 所以的话 他下成这样的话呢 呃 反正我觉得王正欣下成这样 他当时内心应该还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至少现在他达到了当初的目的 嗯 就是让白棋吃小一点 我把这个吃住形成一个转换 但是恐怕这个棋还是不太够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木数 如果肩这个虎将来关子应该算是白棋的权利吧 那么他十 四十五的样子 这个角四十五木 好 嗯 这个可能十几木吧 十十二三 那就是两边加起来不到六十木 对不到六十五 五十七木五十八木的样子 这就加两木 对 全盘六十木 对 六十木棋的样子 六十木要软一点 那么白棋呢 这块就五十了 嗯 这块就五十了 然后这边 对 点十木应该是可以点出 对 就算不点十木 这还有个角呢 嗯 还有贴木 嗯 你还有贴木 你全盘就六十木 这块就五十了 等于刨去你这块 你的贴木刚刚好够 嗯 刚刚好够 那人家这些都是 这个角和这个 那个上面都是多出来 这太难下了 所以你现在要 把一手席 把人家这个角和这块的木树 全部吃平掉 才能是一个军事 啊 差距还是比较大 而且这朵花 说实话还有保卫 没错 其实给他点了两木棋 还比较客气 我觉得 嗯 这个就怎么看这个拔花呢 就是 后事我觉得可能 对 谈不上啊 谈不上 谈不上 但有可能这个将来要 自己要来做活 对 所以这地方你可以看到 年轻人这个判断还是很准 虽然说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下法啊 不一定是最好的 一下吧 但是他这个下法非常清楚 那走完以后 现在全局 你可以看到双方没有估期 他空比你多 说为快期来讲 他这样下就更 更容易把控这个局势 不容易被 不容易被翻盘 因为我们讲快期啊 就怕这个领先多大 没关系 就怕这期没得 没得 没得翻盘的地方 嗯 你只要够厚 这期就难下 如果你落厚一点 不要紧 对方很薄 那么在快期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能够翻盘 那现在这个期对于黑期来讲 要翻盘真是太难了 嗯 全盘没有 没有一个地方是 呃可以 搅的地方 对 比较难下 就是我们现在说 白期叫什么 呃空又多 其又厚 是吧 对对对 现在 嗯 打入 打入 继续是要搅乱局面 对 肯定是要 不停的这个冲击白期 嗯 这是真够狠的 冲这个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意图啊 它要沾上断黑期 嗯 这是 这是它当时飞的时候 就瞄着的时候 嗯 它这期 它其实它没有觉得自己死干净 当时飞的时候 它就认为 它认为我是先手 你得补齐 你不补齐 它就要收拾你 所以你打入的时候 它 打入的时候 它压根就没想过 这样压出去防守 它觉得 我走这个时候 你就该补了 你不补 我就要冲击你 但我们看它现在是这边冲 哎 这个冲也很厉害啊 那它就跟你这边转换了 这边跟你继续转换 冲这边 因为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这个地方是明显有个打吃对吧 对 那你首先这个是排除掉的 那这个你 这一段就死了 嗯 这一段不行 这个比气肯定比不过 这个是必须要排除的 那么 你这个段不补的话呢 那么 哎 他还有一个就说 呃打吃这个 对打吃这个 白气就长 然后来收气 但是你这样 你可以看到收气 你本来这个气就是死气 现在收气 先不说木数 白气这帮帮帮 这几下全是先手 那你这个子就差不多无条件死了 对吧 他沾上以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两个都先手 他不用走 那他随便就顶着这 这黑的往哪跑了 这个子就基本上无疾而终了 啊 对 所以说这个 白气这个下法是真够狠的 狠 所以可以看到 黑气不能回去 但是你打完以后 这边你就已经跑不掉 嗯 你看你现在冲这个 他就退 他黑的已经局部就已经跑不掉了 太冲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 先打吃的话 你打吃掉以后 因为其实你 不走白气这个场 理论上也是先手 或者一抠这块 那走成这样以后 这里头黑气已经死了 不 你当然只有回去啊 你只有回去 回去的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这边已经不能再装气了 对 你冲走 断 就没有起下了 沾上啊 这样是一个那个倒铺的一个气息 所以可以看到 这样就已经 全部被兜进去 就得回去了 所以他选择先冲 先冲这个考验里 白气退 然后你再冲 嗯 挡住 这个要气还是要绷住啊 对 好 断 那么看到现在白气 长一个吧 现在其实断一个对白气 我觉得是个对考验 白气下的很 或者扣打 扣打也行 单长 长了还是扣打 扣打也挺 长的 嗯 嗯 效果 效果一样 嗯 如果不走的话 下一步一沾 这个 齐筋就被吃掉了 对 黑气也只有冲吧 只有冲这个 反正 嗯 没有别的 齐下 等于冲 嗯 冲白气把这个 把这边 给吃住 对 抱住 这样等于又形成了一个 转换 是吧 又形成了一个转换 白气 下边全部 基本上全部阵亡了 但是这边救出来以后啊 黑气 黑气这整个 整个 齐是不是 好像也很难活吧 能活吗 不太 感觉上不太好活 这就是一个 非是一个先手 非是一个先手 嗯 然后 然后好像就没有 没有 好的下法 这边尖都是后手 这边没有影响 嗯 也为不够 因为现在这个 拔花现在看出 它的威力了 对 太厚实了 对 这打吃没有用 打吃提 嗯 你退的话呢 就一段 嗯 这上头不是眼 这底下做不出两只眼 对 嗯 好像很难做活啊 对 所以 金非常 这已经不太好下 嗯 所以白气当时这个肠也是很简明 就是粘合抱吃 健合了 两点必得其一 对 它其实下法很多 其实它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地方 它不肠也挺好的 单肠这个也挺好 那几下交换 到底便宜不便宜 很难说 单肠 作为 单肠 它是担心白气 黑气来 景气吗 不会 不会 你景气 景气 它就退啊 这个地方 你永远不能被收回去 收回去 不能考虑的 嗯 收回去的话 你 你等于这个子就自然差不多 就进去了 空间这一退还是动不了 啊 对 你这外头动不了 你只能收回 收回去的话 这个你目鼠也没法看了 对 然后这个子 你走到这 只吃这几个子是 最这个否 这个方案是最先要被否的 是吧 所以它单肠可能还更好一些 你 你还是有冲 那它不做这个冲断的交换 嗯 再吃 可能还会更好 这样 那边可能还有一些味道 这就是比较精益求精的下法 对 因为白气 但是白气这个 实在的下法也没有太大的毛病 也很简密 然后一尝 冲过来 这不断的在进行转换 但好像每次转换 都是白气得利一些 是吧 对 那么黑气暂时没在这边动手 他先在上边 等于黑气下来半天 这块气还是 还是四十五六目的样子 好像没有 那就把空从这边转到这里来 对 现在那十二十 也是四十五六目 跟刚才木树 黑气的木树没有增长 那如果说木树没有增长的话 但白气吃了这块 可长了不少空 对 就是我们刚才 这块没有算白气 说给他点十目 是吧 对 现在转到这边来了 可就 如果是 如果说黑气这几个子 已经死的话 那就奔真 二十五目去了 对 太多了 如果说现在这几个黑子 已经被吃掉的话 那从木树来说 应该已经打破这个平衡了 对 现在黑气扳 看看有没有什么 白气就跟着扳吧 对 白气现在已经可以安全运转了 现在就是这块气别死就行 这块气不死 就应该没有问题 这连斑是长了什么手段 连斑难道长着手段吗 那连斑人家把它吃掉了 就是这么来抱持一个子的 它的用时 这边有一个断打 有用 有用 有没有用 这个 这个越看白气这个拔花 越有先见之明 因为下来 年轻人下是够狠的 实际上 那就沾沾这个棋就没有问题 打吃就手个脚 就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这块不会有棋 然后那块早不死的话 就已经下不动 但年轻人觉得 我干嘛不吃掉你呢 是吧 他没关系 他觉得你哪怕有点棋不要紧 有点棋 你这打掉 我还杀你这外头呢 对对对 你外头还没有活 因为你要出棋的话 你肯定要卖掉这个打吃 你肯定要打这个 这下你必须要打 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有棋 打吃掉 他要卖掉以后 将来他这一跳点 还瞄你这块棋 所以黑棋 哪怕脚上能有一点棋的话 也是不太对 何况脚上现在有棋吗 这个打吃是先手 应该还是有点棋的 他扳一个 这还有点棋 你挡的话 他就虎一个 你打吃他就打结嘛 然后下手去他要爬 你这个不能再灭眼了 你灭眼以后 他这一爬 一爬出棋了 对白棋就有棋就死 不够了 白棋就死了 那所以这个扳是先手了 对 那么黑白棋只能挡住 然后黑棋虎 效果一样 你挡的话 他也是虎 然后你再挡回去 你再挡回去 效果差不多 那么这个等于没有挡在这里 现在黑棋丹虎 丹虎之后脚上是什么情况 爬了一下 它这还好一点 它这好啊 它这好 它这将来 将来还有棋 这个棋下的精彩 这个棋下的精彩 一路妙手 它将来有个结 走这个它再拖 它先扳 它这个棋就先扳 先扳 扳就扳不到了 扳我只有挡住 只有挡 然后它再 它再加这个 再来加 是吧 对 你点在一路 是不行 可以加 点一路没有用 这个局部 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的话 你是爬不回去的 爬不回去 这样才是一眼 然后呢 你加这个 黑棋现在不能打吃 对 打吃你一跑 我如果粘 粘它就再长 对 这里面 这个 这点将来是要 粘回去的 所以里面直三 对 我如果单长呢 单长 单长它拖这个 拖这个 这样局部 这样成一个打结 打结 对 我如果打吃你还是粘 对 跟这边有关系吗 没有 我比如尖一个 什么 尖它 尖你 我就硬个没关系 要不要 尖一的话 我看看你这连的回去 它就扑进去就行了吧 扑这个 哎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这个 哦 这样 哦 不对 不能扑这个 不能走这个 尖这个 哎呀 尖这个倒是 尖这个 能吃回来 吃回来 好奇啊 哎 沾 再走这个 我可以走这 那 那还是 哦 这有个尖 有个尖 哦 我没有算漏什么吧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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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 粘的话 哎 那如果这样可以近活的话 那么星星书这里 还是 得分了 对 那还是便宜了 是 是活的 嗯 尖是 先手 这没有问题啊 嗯 嗯 那还是有个 脚部的特殊性啊 对 尖先手 没有这个 跟气有些关系啊 如果跟这个没关系的话 白气一定要先搬 你要先搬这个 因为你 你先加的话呢 你这下就 搬不到了 啊 你 你再搬 他打吃这个 对 做眼了 打吃这个活了 你现在拖是没有用的 现在拖 他铺完以后 嗯 一打吃 这样 就 对 这个搬不到了 对 所以 局部来说要先搬 这时候你不能做眼 你做眼 他爬进去 他这个 铺这个是个结 所以这个局部 先搬 再拖 确实是一个手巾 但是 黑旗这地方也很妙 有一小尖是吧 这地方也很妙 确实是很妙 没有问题 嗯 有个小尖 有个小尖的 刚好能做活 嗯 如果这样子 黑旗活了的话 我们 这个间线是不是 又拉长了一些 对 那还是感觉被 黑旗便宜了一些 我觉得黑 白旗啊 还是缩回去 比较简明 这个空拿住是 赢得比较稳的 现在 现在这个实地 是不就追上了不少 这样的话 黑旗那块45 我55 黑 要重新判断下 有60多了 黑旗有60多 白旗这块呢 木树来讲的话 有30 30目初点头 加这个地方 可能有35 这算挡着收关 没旗就挡着收关 15 50 50加这个角 还是不太够 还是不好 黑旗就60出点头 60出点头 白旗点到这 就已经50了 那随便他就 这个手个角 就60了嘛 那这块还可以 先攻力量下 还是白旗好 还是白旗好 但是黑旗总算是 扳回了一点木树 扳回一点木树 现在白旗是长 长这个走后 走后 白旗 黑旗继续捞扣 所以白旗这个地方 他还是有误算的 我觉得 他这个长弯 他这你说的 还不如不交换 是吧 对啊 他肯定应该单长 肯定应该单长 单长还是像这样 对吧 单上像这样 他就没必要在这个地方 搬完以后 花一手期 断一下 对吧 花一手期了 肯定没必要 所以这个地方 他可能还是有误算 我觉得他还是 单长比较简明一些 烧亏 现在拖这边 继续拼搏 继续拼搏 现在就是在抢控啊 对 黑旗拼的还是很凶的 好 立 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旗啊 普通这个旗型来讲 我们讲要不就是挡 要不就是粘的 但现在白旗他主要是 他这边有个花 这个朵花的话 对黑旗的眼味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就要立下来 让让黑旗整个这个 活的没有那么容易 白旗还是下的很稳啊 这样子黑旗搅上 还需要补一手做活吧 本手是补在这吧 阿尔做活 本手大概是补在这 但是我们刚才判断形式 如果黑旗 按照常规来进行的话 可能还是要稍差一些啊 嗯 黑旗白旗也不用吃黑的 白旗就随便那样 拆一拆就可以了 嗯 白旗其实外围只要围到 这个地方 加起来能围到个十五 或者这边点一点 也可以 对也可以 反正白旗就是 他这半盘只要能 围到个十五目旗 黑的就贴不出目 这样的旗啊 如果按照正常进行的话 可能最后黑旗 差也差的不会很多 嗯 盘面吧 对 盘面下了温柔一点的话 盘面 盘面胜负 但是 想要追赶回来又很难啊 对 因为白旗太厚了 其实王成新已经 拼得很猛了 就各地方搬了连搬 然后再脱脚 这下法都已经是很 很激进了 也 其实也搬回了不少 这个地方活了还是够大的 是的 那我们看 这个王成新 让他直接做活 他还是依然不肯 他走了这步是吗 对 嗯 那我们前面说了 如果他直接做活的话 是不是担心对手来 攻击啊 对 先点 点白旗 你如果要跟他 之类这种交换手 他在做活 这样的黑旗得分了 是 他靠住吧 那么 李维钦好像也没那么好的脾气啊 嗯 靠在这里 对 这种骑行 肯定没有这个感觉 没有这个感觉 你要么 要么就脱先了 脱先不走也可以 其实快旗的时候 你看不 看不好清楚的地方 你就脱先 因为反正这块旗 白旗是绝对活旗 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你先走大的地方 黑旗他自己连 他也是一个单关 嗯 他也没有心情往这地方连 所以 其实白旗啊 走得松缓一点 拆这也很好把 很好把控 因为黑旗不太会 往这边连 而且这边鸡首席还连不上 这种连 本来就是单关走 是吧 白旗也没有 而且还有问题 那连可能只能连在这 连这 这 这 这被压也不知道走什么 主要上面白旗太厚了 是活的 很铁的 对 这都是先手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有气 跟气有关系 实在不行 挡掉就行了嘛 挡掉活的也很清楚 对吧 这连这 这还有冲断 这还有大 其实拖先也很好 嗯 只是说这个 靠住呢 更凶狠 他这是不是就 已经要杀黑旗了 靠这个 你看你要是 病的话 他就点进去杀 这个旗 他认为 你这旗已经死了 不过 这个 敢不敢啊 这边如果 他可以扛住了 他扳一下就行了 哦 可以扳住啊 对 扳一下 你这个断点 我还在想 你要是来走这边 我可以断掉你 对对对 扳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 这个白旗 他就觉得 你刚走到这 你我这一靠 你就已经想死了 嗯 扳 嗯 他护住 对这旗形是护出来的 打吃 哎 这旗白旗居然是粘的 那你觉得 我觉得 第一感是打吃啊 打吃 他提掉呢 那我就 就算打吃过去 这期你局部不 我先把这个走掉 我把我派子走不着了 我就补一个吧 你这个他可能 是不是就不理了 因为你早上是打结啊 但是你不走 你这边你能怎么办 我活的 你也没 没气可下呀 你不能把我这块吃了 我这局部 我这局部一打吃 你是活不了的 嗯 就只能是打结活 我有没有这种鞋啊 打 打掉 然后我就算 这样呢 点一点 全全听你话 全部听你话 我这一打吃 关键我这一打吃 你怎么办 不知道这边怎么下了 对啊 你我这还能跑呢 我全部让你走着 你也没招啊 这我一打吃 你局部就就打结活 你这活不 你这是进 没法进活的 那点完以后一提结 对吧 你这边打结活 这边还打结活 然后我这还 现在这还比较多 对白旗 这还可以跳出去 对吧 其实好像 粘不像是一个好奇 就是我的 我的感觉啊 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粘 你正好臭人家一个调子 他 他一个 他粘的话 你看他粘先手 一尖 这样他局部 先活了一边 局部就是近活了 对 脚上现在先 已经近活了 对吧 他这样局部是近活 那我如果我打吃的话 我让你提一个 这个局部 我让你提 哪怕我现在就算粘这个 你这局部 还是欠着死啊 对 我就一打吃 你就是一个打结活 刚才是被你 已经先手活了 对吧 刚刚正好被你 凑个吊子就活了 现在你 我把这个粘着罩 我下手就要杀你外头 这欠着一个奇 那是的 更好 我觉得是 应该是更好 只是说 白旗 这样 优势也很大 那就局部而言 我觉得没必要占着 现在白旗选择 也比较多了 白旗是打黑旗走 对 黑旗先做活脚 黑旗倒是很顽强啊 四脚 都捞掉了 对 其实追回来不少 只是就是前面差距有点大 他这个 其 后手做活之后 现在白旗先动手 公中央 这是一个好点 这是好感觉 这是这个旗型的 眼型的要点 点着这 现在白旗 我觉得是要动手了 因为四周围 已经都非常厚实了 对 攻一攻 哪怕尾点控 对 借着攻击啊 在中幅 好像这个 已经须须拉拉 有一些这个模样了 对 飞出 白旗是烤的 嗯 哇 挖一个 那就上面是 现在两打 打吃这边的话 那就好沾 就沾上 黑旗也不 其实打吃这儿 是不是也可以 对 也可以 他就 白旗尝一下 但不能尝 尝它要断 你外头可能有一些薄 沾上吧 透实一些 嗯 还是 不太好下 对对对 他可能 觉得 就寻求一个简明了 他要求就吃你一点就行了 嗯 打吃这个 因为这样 还是 有一些看不清 有些看不清 他跳一跳 反正 黑旗肯定是危险啊 但是 作为快旗这一方 你要赢得稳一点 这样的话 你看你这还有个断点 这个断点 还是多少有些看不清的因素 对 万一你被他 无条件跑回去的话 这个旗还是有的下的 对 因为刚刚讲的变数啊 对 现在黑旗的空 还是领先你十几目旗的 你中央不点的情况下 对吧 嗯 前面 给大家判断过这个目数 所以你要是无条件被他跑过去 这边也没围到 这个旗就 有的下了 对 所以白旗呢 还是想尽快的把这些虚的东西啊 转化成看得清的实力 嗯 这样比较好把控 投资 要有一些收益了啊 嗯 打吃里头 嗯 然后沾上 沾上 嗯 对 对 对 他贴吧 贴出去 对 这样他是不是就不跑了 嗯 还要跑 我以为他就不跑了 好 那要跑出去嗯 跑完之后拐 拐 拐 这个白旗下的真是一点都不手软啊 连斑 不连斑也没齐下了 这一代要找一个形状好像也只有连斑 对 这种长 长不行 他就压一压就可以了 这到处都是断 压几下他就沾上 沾上以后你走这一段 比如说压的话长 你就现在沾吗 嗯 嗯 现在我看看他现在 他就 沾 再压也行吧 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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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长 然后我就沾上 我 能不能全把它跑出来 这样他就不不 不去断你 这两个你反正你也断不了我 不能断 啊 那我就压下去就行了 我这四个不死就可以了嘛 这四个你肯定抓不住我 这个一路压下去 现在 黑旗自身是对 没法做活的 对 就全进去了嘛 这边就 我们把它看成 比如说这样 我们就看成一人粘一个 嗯 对吧 一人粘一个 你这边你夹不住啊 你夹他一冲 你就是漏的 嗯 那你拐他就弯出来就可以 那么黑旗整体就 整体不活 啊 所以这个简单的长 看来是不行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连斑 嗯 好吃 嗯 这搂一包 是很畅快 但搂包完了干嘛呢 对啊 搂包完了 加住 加住行不行啊 好像是有加了 嗯 实际就是加的 对 这一家 加的话 他可以冲这个 就没事 刚才我来看 有的 有一些问题 发现没事 他可以冲打吃这个 嗯 冲断这个 这个黑旗气紧 我们看你 你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打吃是决心 嗯 现在你不能松气啊 松气他这一冲 你就扛不住了 那你紧气呢 他打吃这个 对 你一沾他从这一吃 两边很难两全了 对 现在 你走在这也是一样 他还是一打吃 嗯 这个 年轻人计算没有问题 现在打吃的话 从后面这一吃就 接不归 对 年轻人计算还是很清楚 对 你要不 白旗要不冲断这个 就有点麻烦了 你要是没有这个冲断 就有点麻烦了 没有这个冲断 那是可以从后面来回去 从后面回去的话 他就 他一沾他大部队全回去了 你看你 你这不能冲断 这气部队 嗯 所以 如果你 这样挤的话 就变成这样 那这样的话 黑旗 黑旗就赚大了 对 这样白旗 还没吃到白旗 就吃了这几个子 还好这个 他是有 有这个 有这个冲断的手段 他算得很清楚 很清楚 确实是 算得很清楚 计算始终是年轻人的强项 实战就是 这里冲断了 实战就是这样吗 对 实战进程是一样的 那么黑旗是尖在这里了 因为他沾也没用 沾你也是打吃在这 他干脆补在这里 那还是不是 那我看看他这地方 哦 哎 因为不管走什么 白旗下一手 几乎都是打吃 我就想 他是不是应该单尖 单尖啊 为什么呢 单尖 哦 这边有关系啊 跟那边的气有关系啊 刚才如果 如果你交换成这样以后 我们刚才那个衣物小间就不存在了 因为这个一气就提掉了 哎 对对对对对 对吧 跟上面有关系 嗯 所以他应该单尖 单尖的话 单尖如果白旗是沾 木树上这边差一些啊 嗯 木树上是黑旗要插几木旗 但是跟上面有关系 就可以跟刚刚跟他玩抗了 对对对 但是他 他是不是还可以打吃在这里 打吃在这里啊 打吃 那还是有点关系 打吃在这里 以后我沾先手吧 我以后你要来杀我的情况下 我尖到这以后 嗯 那不是有个结吗 哦 对吧 你还是刚刚用这个尖回去 对 我刚刚把这个给大家摆一下 就刚才我们讲过 这个旗 局部黑旗不是有个一炉小间做活吗 现在 如果上面气没关系的话 白旗就 扑进去就打结了 对 对吧 扑进去打结 现在呢 黑旗沾完以后 它可以爬过来 嗯 跟你这块旗进行打结 对 所以他这样的话 你这个结白旗就太重了 不敢轻易动手 对 所以 他不撞这口气 还是便宜的 单尖的话 你 你沾在这也一样啊 像这样的话 这一爬 还是扛不住 对吧 哎 那这个 这个还差不少的 单尖会好 对 单尖会好 没看到 可能把上面忽视了 给忘了 下来下来 下来下来就忘了 很有可能 嗯 之前是算清楚了 对 还是 王三清正盘棋 后半盘还是 非常的顽强的 很顽强 要 冲的话 还是我觉得 他是想扣住木树 对吧 你单接的话 如果跟上面没关系 白旗站在这 要差一二三木旗呢 对 就是如果跟死卧没关系 他肯定是冲便宜 对 先冲 但是就是 这边有关系 所以这棋 我觉得 王三清下的 真的还是 后半盘下的 真挺好 这个给白旗的 很大的压力 因为前面 布局的时候 其实属于重大失误 对 其实很难下 但是呢 你看 可以看到 他让白旗的压力 也很大 白旗看起来 好像我们刚讲 就已经处在 乐胜的局面了 对吧 黑旗还是 搞出了很多东西 出来 是是是 不断地在进行转化 给李维钦 给这个 他的后辈 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对 其实星星 我记得 去年拿剑桥杯的时候 这个赛后啊 我们还对他采访了一下 就是问问这个 新妈妈的生活啊 我觉得他说 他还蛮厉害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一般这个 现在的孩子 一般都是很多人 帮忙来带孩子 他很强的 好像没有请很多人 几乎都是自己 亲力亲为 那挺厉害 那还要训练呢 关键是 他不仅亲力亲为 而且自己还训练 是 他基本上每天下午 都要来起院 来进行训练 因为他说 现在因为都是AI 来辅助训练嘛 像在国家队 骑手可以用 决翼 这样的一个 比较高水平的AI 来辅助训练 这是一个 得天独厚的条件嘛 所以他说 他要坚持 来到其院 来进行这个训练 那我觉得对他回报 也很大 你看他这个 女子维甲 他们江苏队 第六次拿到冠军 他参加了五届 其中一届是因为 这个怀孕嘛 就因为参加 对 然后呢 这个很快又拿到了 剑桥杯的冠军 是 不容易 包括这次龙心战 是从女子组 又是脱颖而出 所以我觉得 可能和他这个 一直坚持训练啊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是是是 两头兼顾 确实挺不容易 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职业骑手 其实每天的这个训练量 是要保证的 因为你 你不 你不再训练 人家在训练 你要还能下来过人家的话 其实对 对那些 平时训练的 努力的骑手 其实本身就不公平 对吧 所以说 你要两头都能兼顾的 骑手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要把时间 抠得很紧 很紧的 他说他把之前自己 可能一些 休闲娱乐时间牺牲掉 是吧 把他换成 和陪伴孩子 剩下的他的 自己的训练时间呢 还是可以保证 是 不过我觉得 他还有一个 得天妥妥条件啊 大家还可以跟流星 摆摆棋是吧 对对对 这是很很重要 前面我们不是说 说这个围棋夫妇啊 对 其实现在围棋界 我觉得中日韩 好像都 都有不少的围棋夫妇 是 是有一点 而且我发现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好多不少的这个 就围棋夫妇 这个结婚之后 女棋手就会成绩要爆发一下 是 是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相对来说 男棋手水平会相对好一些 那么 如果多跟 男棋手去 去学习的话 进步会很快 其实女棋手 因为 我觉得女棋手 这么 这么近几年 能够水平大幅的提升吧 就跟于斌老师很有关系 因为于斌老师 当 当女教练的时候 天天就跟这个 女棋手下棋 那时候我还在训练室 还看到过于斌老师 一对二 就是跟女棋手下棋 就不 不断去下 因为在 以前 女棋手要想跟 男子的顶尖棋手 像于斌老师这样级别的 棋手下棋 几乎是 不太可能的 机会很难 对 因为我们还毕竟 还可以在男子比赛里面 去对到于斌老师 对吧 对 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去参加这些男子比赛 所以他对到像于斌这种等级 等级的这个男棋手 几乎是一年都碰不到一次了 那么训练期呢 也不可能跟于斌老师下 对吧 但是自从于老师当了这个女教练以后 几乎天天跟他们下 这一下这个帮助很大 一两年这个水平就上来了 因为这个这个需要从很多思路上面 他们会有更大的提升 从竞技的角度来说 好像女棋手出成绩 可能比男棋手可能要更快一些 容易一些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竞争没那么激烈 主要竞争真没那么激烈 男棋手太多了 就是你下 我们毕竟我们这个项目 女棋手 女子的职业棋手 还是比男子少很多 所以这个导致这个 你要冒出来相对就难度要大很多 比如说你这边可能就 十到二十个人对吧 男棋手可能就七八十个 一百个 你这这个每个这种 这种这种出成绩的难度 竞争环境就是不一样 是 然后所以现在听说在日本啊 就是现在不是那个小林爵九段 成为日本棋员的副女师长之后 他的这个施政方针 就是要着力的培养女子为妻 女棋手 然后现在特别出名的 他们有一个十岁的新出段 那个中一锦 明白 就那个一个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啊 好像是不管我看日本媒体特别重视啊 中国媒体大家也还挺关注的 对对对 好像他还在韩国剧院也也学起吧 是是是是是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关注为奇的一个很好的点吧 对嗯 因为嗯 女棋手出这个要要培养出来容易一些 因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看呃 男子棋手这个顶尖层 他去教女子棋手去呃 下这个其实比相对容易一些嗯 但是作为男子棋手底层 你比如说柯杰 他已经世界第一人 那谁来教他了 对吧 哎呀呀 对啊 就就所以说他就就就就他出成绩就相对比较慢 嗯 因为他他的他的高度在那里 他上升的空间会比较缓慢一些对而女子棋手由于高度还没 到那么他上升的空间就比较大 而且又又有那么多优秀的男棋手去去去去教他 他会提升的速度会比较快 嗯 其实现在像你看像于智颖 我觉得他的水平已经非常的高了 嗯 呃 我觉得你于智颖跟男子棋手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于智颖好像是等级分已经进入前50名了 对对 这个在男子来说前50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门槛啊 是是是很难得 对 现在现在就是于智颖的水平是非常的 厉害的所以也是他为什么他在呃他在女子的比赛里面还包括世界女子比赛的他他还是占据着非常强势的一个一个成绩的原因还是自身的实力过硬是实力过硬嗯嗯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棋盘上啊呃他是冲完 目前对然后白旗打吃是这一打吃可能是呃王天星啊这个地方有点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啊对如果单肩的话脚上就会有留有一个静活现在被白旗打吃到这里以后脚上我们知道会出现一个打结活对对对对这个一个打结和一个静活还是差别比较大的对如果那样的话可能 还有点还有点还有点希望对我们前面跟大家聊这么多这个女子围棋就说一碰到这个性别大战啊大家觉得就很有看点啊对 然后他又把这个揪出来啊其实我觉得当时对局的时候王天星可能看到了对他一定是看到了这个监制先手之后把这个能够呃 起死回生是吧起死回生之后这个希望就变大了很多因为一直就处在一个很很被动的局面嘛对很被动局面突然间发现哎这块死了以后我又把这边救回了嗯我这块只要救回来的话白旗其实还有点包围整块现在有点包围所以当时肯定会有一种至少这旗有机会的感觉啊本来如果白旗处理的好的话当时他肯定是有点悲观的但现在把这边又出出动出来我觉得这个旗就 至少会让那个呃李维青啊一身冷汗冒出来但是你看李维青太机敏了对就这个地方就在脚上动手嗯就说明我这李维青他其实这个脑子里非常清晰啊就是脚上他是一定算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小剑对不然他当初就单挡了对不然他就当挡了他为什么挡在这挡在这的话他就是知道这里面我有这个手段但是我现在还时机不成熟对他一旦是一个时机成熟 所以王晨星冲的时候我想这个李维青的心中暗喜啊对对对不然的话他肯定这个就挡掉这挡掉没什么保留的如果没齐的话你幕术也是挡对吧他没有必要去保留就是因为他早就瞄着这个地方马上这个一搬一拖啊这个 这一下对这个王晨星的打击打击很大对以为机会来了突然间这个地方又弄出了一个结这个整盘期一直都是在很辛苦的追赶的过程中啊对呃但是好像这个一搬一家之后局势又变得对变得恶化了我觉得是现在还得自己扑结现在还得自己扑结不扑的话 被白细一粘是禁死现在不能用你这个尖了尖这一粘就已经死了因为现在气壮紧了我们跟大家再摆清楚一点哈嗯走这里的话嗯呃正常情况是你得粘它就进去了对现在跟气不一样你看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这个不是自壮一气毛是但因为可以打吃打吃在这里你现在再打它提掉你从后面打就粘上差多了嗯这样等于 黑棋不仅是不能用这个尖还得自己扑进去打结对本来你这棋是白棋要扑进去了对现在等于是自己扑进去打结这个就比较提提完以后呢杀这块但是还是可以下一下他毕竟这边还有一站这边还可以王晨星可以见这力量也真的是很大的对对对对 其实是下的后面下的很精彩很精彩黑棋主要是出在前面呃有几步大还手就我们看到其实后面下的很好白棋如果有一点点的松懈或者有一点点失误很可能就被这个王晨星抓住了对对对而且这其实快棋对于李维金来讲真的是是不容易要一下赢赢下来也是不能妈妈骑手也不好赢啊对黑棋始终还是给白棋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嗯嗯沾上啊还是这个这个冲啊嗯可能就是致命的失误如果不冲的话呢可能还有还有一丝反反的机会对对现在这个比较痛苦就是黑棋粘这个还是厚手这个是比较痛苦的这个这个沾着厚手其实这样肯定厚手你想他冲完以后是肩打如果沾着牵手可以粘在这里了就对 嗯嗯嗯这样的话这个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个堤是不太好下嗯他去他体结去了吧你看你看哦沾着沾着一下这个笔得沾上半壁冲了然后白棋是拐是吧对拐出拐出 白棋如果杀这头呢 他担心黑棋断进来是吧 他担心黑棋断进来跟他杀 断这个 那是有点担心吧 这块可能看不清 这块和这边都有点 所以他不敢杀 他想先拐 对白棋来说 那个结是可以打输的 但是这边呢 是如果死的话 反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你就是活的嘛 反正我只要是走两手棋 有点价值就行了 因为损的木数也并不是那么的多 大概最多也就损个 我觉得最多也损个不到十木棋 那两手棋只要能走到十木以上 他就是赚的 拐这个黑棋得踢结了 你看看黑棋 黑棋也没踢结 它是先冲了一手 黑棋冲了一个 为什么要冲一下呢 是有 是有 是有个挖 如果说它正常的话 是要单提的是吧 提结 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挖 这样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结 你打吃 你就提吧 它再打进去 哇 太厉害了 这是一个结 又成一个结 这边问题不大 这边它拐是先手 大家可以注意 它这地方有气 就白棋这个拐是决先 所以白棋自身 它是很厚的 很厚实 这个结对白棋也是无忧结 对 这样就连换结了 对连换结 对就比较 难怪 对这样不冲就坏了 其实 所以它只能冲 连换结了 打吃在外头了 打吃 这么薄 没关系 冲它这个是先手 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是先手 所以它根本没有必要接 对吧 这个你得回防的 这个可以看作是白棋的权利 对 这样的话就很轻 你再冲 它可以团住 对 它就断掉 就没有问题 所以没有必要接 那么这冲两 这个冲和到吃交换 好像又有点 白棋又得分了 是 但是没办法 你这地方存在一个结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结应该还在白棋的手上 是在白棋的手上 对 对吧 然后黑棋走完以后 它得 提 现在提结 它得提结 现在提结 白棋 白棋现在那个结 其实对白棋来说挺无忧的 对 其实它 关键是你可以看到 黑棋这块棋还没有眼 那么白棋 比如说随便走两手棋 比如外头随便走两手棋 黑棋就已经很危险了 这已经很危险了 所以白棋这个棋还是比较好掌控的 对 这黑棋可能已经很难再继续了 你不插这种棋 插一手棋 那就能战斗多了 外头插一手棋了 它顶了一个 它先灭黑棋的眼 做几个交换 对 然后沾上 这个也是本身的顺手的结材 嗯 沾上 这都是决心 白棋的话就 挖断 这个结它单提的 它是我提结的话 黑棋顺手一打持 是吧 所以它先把这个 把黑棋的结材削掉 再提 很细腻啊 对 冲 顶住 嗯 因为这个断不进来 嗯 顶住 这个当这个顶住的时候 嗯 啊 这就是本局的最后一手了 哦 下不动 下 不完之后好像确实是 对 对黑棋来说是 难以为继啊 是 下不动 这个 现在是什么 这个断不进来 就像打吃 嗯 那么你如果继续下下去的话 就提提这个 我看白棋啊 他就赚吃这个就可以了 嗯 吃这个你 就一边打劲一边捞点木树 是啊 你我这两手 你就已经吃不消了 啊 是 吃不消了 那那如果你顽强 顽强白棋就这么提 就可以 那你如果就说顽强继续长 是吧 首先那个结 对 你就不能一直撑着 对吧 撑着结 那他这个点什么都是结材 然后就拖一个 还有上面角 对这角的结 哪怕我们算一个黑棋 比较比较满意的图 就这时候黑棋提掉 嗯 消结 那么白棋就让火一火 就算不去吃黑的 我估计这个控 恐怕也不够 我们简单摆一下 这下只能退吧 嗯 然后白棋 比如说就点一点 就这么收一收 这都是命运了 对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我记得还是40多目 现在可能只有 45目是吧 啊 45 这样就55 嗯 这块也就60 这是 67 678黑棋 这块 这块呢 这块就已经70 已经70 已经全盘 已经顶黑棋全盘了 是吧 这这这这还有 这还有十几目棋 还有天幕 啊 80多 那是不够 所以就是说 白棋就算不吃黑棋 这个空也不够 啊 所以 所以这个棋 确实是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你还你还吓着你打劫我这还算全活了 白棋就这么收个关就已经输多了 对啊 所以 所以只有说这个不是打劫可能还能站一站 但是不是打劫也要相对威胁 也威胁 也威胁 啊 也是要差一点的局面 啊 不管怎么说这盘棋 王晨星还是很顽强的啊 对对对 然后还是有很多局部还是很多很精彩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对杀 对 精彩的对杀 就是比较可惜的时候 一开局在这个从这个右下角 呃 黑棋可能就是吃亏比较多 对 这可以说是本局重大的失误 就这个棋出现出现这种失误的话 一般遇到男子棋手 你要想想扳盘 真的就很难了 比较困难 因为这个棋 他痛苦的地方不是说你落后多少的问题 是是你你很难找到这个 扳回局面的机会啊 我们经常讲就是优势 不在于大小在在于你有没有机会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白棋是属于空又多棋又厚的局面 那么这其他他失误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 那我们虽然说快棋是容易出现失误 但是你要局面乱才足以出现失误 这个局面虽然说王晨星已经是尽了权力了 权力在绞绞这个棋盘 所以他下的是很精彩 我觉得很多很多棋手未必能在这个局面下能够像 呃 陈欣一样把这个棋脚的这么乱 其实已经下的 而且他面对这个李维钦现在已经是应该说是一线的棋手了 对对对 已经下的很弯强 但是怎么说呢 还是就是说 这个这个盘面的差距太大 对 一开始很可惜 这个一个局部 我觉得心情还没有发挥出自己 完全展现出自己的这个风采的时候 对对 呃在这个局部是丢了不少分 对就是子孝下的有些呃缓慢了 就是这这种 这种东西我觉得跟棋手的风格是很有关系的 一般这种力量大的棋手啊 力量大的棋手就很容易掉入这种子孝的陷阱里面去 因为因为棋手我觉得有有有两种风格的判断棋的方式 但这个东西呃无关水平高低和好坏啊 一种是他的质感先判断子孝 还有一种棋手 他他的质感先看你的棋形薄薄弱 对 那么有些棋手他就先低低赶过去 就先看你的棋形有没有弱点 然后去冲击你 那么快棋就很容易反映一个棋手的思维方式 因为你不像慢棋 你有很长时间去思考去判断 那快棋的时候30秒一步的时候 他就或者或者很短的时间内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用直觉 对 他的直觉是我是先判断我的子孝 还是先判断的后包 那么所以这就会发现 就陈欣他就一直觉得你的棋形有问题 然后他就去去冲击你的问题 他没有他的低感不在于先判断子孝 这是一种怎么说呢 人的一种常规的这种思维惯性 对对对对 在这种惯性下 很容易在一个局部就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个思维 对对对 惯性 然后当你发现这个已经有点不对头的时候 这个时候好像可能损失已经比较难以挽回了 对 这番棋可能对心情来说 就是在这个局部这个惯性啊 惯性使然 对 所以连续的落后手 对你就你你思考的方式 你的注重点在哪里 你的集中点集中力在哪里 因为会计不可能什么都判断的进去 什么都算到 这不是人 这是机器 就是那你那你这短短的这个时间反应里面 你怎么去怎么去你的注重点在哪里 对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些棋手你会发现他只注重子孝 那么自重子孝的这些棋手他吃亏在哪里呢 就是他有时候他明明可以有一招棋 可以一举一举给击溃对手 但是他会觉得我这个子孝已经可以了 我局势挺好我就撤退了 就收兵了 我就撤定了 但是突然间你复盘时候给他指出来 这地方你一走不就把人吃了吗 他会他会想 我想都没想过这个地方 我想都没想过 因为他觉得我的子孝已经便宜了 但是那种一击一击就能把对手击溃的点了 那么像成兴这样的风格 其实他就会很注重 他可能很快就能发现 他对这个局部的手精特别的敏锐 对 这就是其实就是风格 这无关这个哪个好坏 这真的很难讲 要不然还有一两分钟给大家再介绍 好我们把多一些内容 好 就先为这个棋盘乱一点 就以前我们说这个粘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虎是可以脱针的 粘的时候老是叫 粘的时候是尽量不要脱鞋 因为否则这个靠下来非常严厉 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棋手 是靠下来的了 对对 靠下来 现在靠就是 怎么说呢 这个棋如果你重视这个中央的话 你就选择这个定时 对这个是非常简明啊 这个是 这是白棋如果重视中府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经营这个中府 今天这个 李维钦也教了大家一手 这其实可以 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 可以连班 连班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把你封锁进去 对也不是为了吃你 他其实就是把你这条头给堵住 对 我目的其实很很很简单 他很纯粹就是捞木 他就是本来你跳出来 这条势力不是你的吗 对 那我通过这个靠了连班以后 哎 我把你这条面给堵住 对 那我在这地方就会有 木树上的一个一个插曲 他没有 反而给黑系留了一条通道 是吧 朝中央的通道给你出头 如果你选择出头 那么他不会来硬强硬的分断你 他是继续这种若即若离的这种方式 对 因为黑旗是 刚刚我们讲过 黑旗这个局部是火旗 所以白旗封一个火旗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是 那么就顺势呢 就是我不要中复了 我就把两边给处理好 顺势把两边的木树给走掉 让你这个出头啊 变成单观 这是白旗的中心 那个主要的思想 然后这个定势呢 还有一个比较刚才卓经理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个比较 我觉得实用的一个死活的方式啊 就是当白旗打拔掉的时候 很大 但是呢 你做活的时候 这么来补 当然是最稳妥的 对 最清楚 最清楚 但是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搬利 对 这种比较高级的活法 是吧 对对对 搬利活得比较大一些 对白旗主要是对白旗的薄位啊 你当然如果你走在这活是肯定是活得很干净了 对 但是有些委屈吗 毕竟人家吃了你一个子 你往里头说一个 但是你这样你撑到外头呢 一个是自身的木树会好一些 关键是对白旗自外头的保卫会有些区别 对 那么这是我们本局的一个收获啊 当然收获很多了 这是一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收获 那这盘棋是性别大战是李维青 小将李维青呢 是胜出了 也是在A组的第一局胜出 那么下一场呢 他将对阵韩一周 对 那么就是两位新锐棋手的一场较量了啊 那么我们也是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农兴战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